11点20分 现在记者在新北社七家联会上 访问一位小资集气发社 因为报导他们由教育部 然后播放50万 然后做一个成果发表会 那个抱歉 请请你可不可以谈论一下 你们那个 您贵姓啊 杨先生好 请介绍一下 你们这个创业的经过 我们一开始就是从学生 然后我们是学生出来穿业 然后我们那时候在学的时候是研究生 我们主要研究是那个发酵产品 然后我们有经过那个教育部 就是比赛 然后我们有获得补助 然后补助之后我们就 前到中间 就是我们获得补助之后 我们就是开给我们公司 然后之后我们就利用我们 如果你要做补助之后 然后就是离开两个一系列的创业 然后我们有跟他有金融 然后我们就去得一些 股定的收购来源 然后就是我们可以去股定的去做 你的经营 是所以说你们是学有专长 请教你们学有专长 然后透过教育部 补助你五十万 然后从去年的十一月份 经营到现在 请问你 你们的获利 有没有获利 蛤 有没有 有没有获利 有我们有获利 其实因为我们现在的公司还是很小 然后也是因为在这期间 其实我们毕业之后我们都要去担兵 然后我们就担兵 就直接担兵 然后我们现在才会来 就来继续把这个公司做出的期待 所以说获利的话 在这一年一定有获利 不然我们活不下去 是是是是 那因为现在你们是以往是学有专长 所以说然后就是投资在 像你们的产品 天然苹果醋 天然玲珑醋 还有天然凤梨苦瓜醋 你可不可以介绍一下产品 为什么会选择这些产品呢 我介绍我们最新的产品 就是 民主情感 还有吗 就是天然凤梨苦瓜醋 因为这个苦瓜的话 我们那个有一个 就是我们有金融场 没有有金融场 它有在做粽子型的 然后我们就会发现说 诶 凤梨要跟什么搭配 然后我们就想要说 凤梨苦瓜醋 凤梨苦瓜醋 就那有一个打把 然后想要凤梨跟苦瓜 应该是很合的 然后我们就想要凤梨里里面的酵素 没啥很高的 凤梨酵素 苦瓜里面又还有很多的酵素 所以我们就想要把这两种水果 把那个 也有素材的水果 把它搭配起来之后 如果你今天坐在这边 大概我们的社会企业 然后这里面的酵素是 比其他的 酵素还要高出很多的 请问你们一般怎么做行销呢 我们目前行销的方式就是 就是因为我看 就因为我所建议就是 我们会参加一些 各个社会企业的成果展 然后也会参加一些 就是展览 然后摆摊 然后我们现在最主要是 以学校 因为我们现在是想要 他的学校的 就是因为我们是从学校出生的 所以我们想要就是 从学校在 就回到学校之后再出生 跟社会企业很有关系 为什么他不能穿 所以在学校设立了 就是未来会设立一些 所以我们学校有 他会开放的 因为穿梅 他会开放的 新创的团队可以到那边 他会参谈 然后他会卖给学生 卖给老师 然后我们是希望之后 可以跟酱瓶磕酱油一样 变成我们学校的伴手人 然后我们现在也是 因为我们学校 会跟我们买 就跟我们买 这个小盒的产品 然后就有来宾来 就送给他们这样子 是是 那请教你 如果说一般老百姓 要跟你买药是怎么给你买的 我可以 价钱怎么样 价钱然后怎么给你买的 背情而生的模式 你就不能把背情这个元素拿掉 就是这个 我们目前的话是那个小盒的 就是小盒就是两块 然后我们无论口味 就是任意口味都可以 就是500块均价 然后大额就是880均价 然后也是两块这样子 是 这样就是我们会用这样方式去做行销 然后网络上面我们也会挂摘一些 挂摘一些我们的产品应许这样 那个如果要购买的话 那订供算件是076011000转1447 6011000转1447 他们小小瓶的定价是500元两瓶 我们欢迎我们环球邮报的读者 可以打这个电话来这边订购 因为轮椅社长感觉到这些都是对身体健康方面非常有帮助的 所以轮椅社长也非常推荐民众来购买这个产品 谢谢你接受我的访问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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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